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5月2日礼拜日的第一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本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在早前东冲影湾园第11座传动的住户 就被安排去到隔离营那处进行强制检疫21日 有住户一去到竹高湾的隔离营 就已经是诸多投诉了 比如说在膳食安排方面 竟然在第一天只得两只杯麵这么大把 第二单消息 《南华早报》今天一篇报导 就访问了菲律宾驻港总领事Rally Thiarder 他当然是炸刑了 就速请特区政府不要强制要求外傭要去接种疫苗 在说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到底影湾园的住户 去到隔离营的时候 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当然据他们所形容是相当恶劣的 其中一名叫做陈太的住户 他就说在30日早上6点半突然间收到通知 说他一家三口连同外傭 都要入住竹高湾隔离营 于是四人就匆忙地收拾行李 早上7点就上了旅游大巴去竹高湾隔离营 当去到8点到达的时候 工作人员就说 营里面的设施还在执拾着 所有的住客都要留在车上等待 陈太太就说 居民当时说要上洗手间都被拒绝 因为洗手间还是清洁当中 只能够强忍便宜 最终干等两个小时才能入营 所以这件事就提醒大家了 如果下次大家这么不幸 又说要去什么隔离营的时候 喝少杯水 这些情况已经是屡次发生的了 当然藉口是多罗罗的 这个又说洗手间还在清洁当中 有些以前的情况是怎样呢 就说由于这些人本身就是要隔离的 所以就不能够到处走地 总之你不入营的一刻 他都不让你出去营 这些其实就是很不人道的做法 你叫那些人走去隔离 根本上那个人都是无辜的 你不能够假设他本身有病毒的 现在这样搞法 那个住客分分钟没有病都变成病 尤其是女士 你叫他这样忍尿两个小时很容易引发尿道炎 你就打住这个防疫抗疫的旗号 基本上就好像大了 问题就是你防疫抗疫 都是为了使得那些市民不好有疾病而已 你没有理由令人 会有其他方面感到难受 或者引发出其他的病 我记起来在去年年中的时候 七月左右 有些老人院的长者 就被安排送到阿博会那时候 进行强制检疫 你强检就强检咯 但是那些工作人员就声称 说怕着那些长者下床去厕所的时候 就跌倒 所以就把那些长者绑在床上 大小二变怎么办呢 就帮别人拍尿片 然后别人就说了整天 这些也是很惨无人道的事情 有些事情来说叫做将心比己 回头的时候 你自己能否接受到这样的安排和对待呢 是不是 做人拿个心出来 那些长者大小二变结束之后 他懂得来叫你吗 你叫你也不会再去 立即帮他换吧 唉 真的这些安排 是很离谱的 你防疫抗疫就是想别人不要生病 你这样说法有没有事 而且整天在床上绑着 分钟生背疮啊 唉 真的 好了 说回陈太太 他就说 和他老公的儿子 三个人入住一间房 那间房子 有百多尺 有独立厕所 外容就另一间房子 他就说 在那个房间里面 就只有两张单人床 我又奇怪了 不知道是这个陈太太 车大炮啊 还是你的安排真是这么坏了 三个人只有两张单人床 那那个睡在哪里呢 这些安排真是认真哪里 好了 那个陈太太还说 朝早十一点钟入住以后 一直等到下午三点 都未曾获发到食物 他忍无可忍向着窗外大喊 说他们很饿 有没有饭吃啊 整天都没吃过东西 这样大喊 好了 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 去派发杯面了 做了三个杯面给他们三儿子拿 那什么杯面来的呢 就是一个印尼牌子的ABC杯面 真是找你吃啊 那那个陈太太当然不满 下午三点才送一只杯面 小朋友就很难捱 大人也很肚饿 到了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工作人员又多派三只杯面给他们做晚餐 那陈太太当然很不高兴 就觉得这样的安排很离谱 饭也没得吃 好了 到五月一日就是昨天 他全家最终有热吃了 只不过暂时还没有选择 到三天之后才能够点餐 那这些安排当然是坏得没人有 做了几个烂杯面 老实说 你安排得别人进去隔离营 好心你就已经是预计了 是不是啊 要如何你去安排 实际上 对于这些强制检疫安排 我也是相当质疑的 这次有一个个案 检测到它有变种病毒 就将全栋楼的居民 都安排去隔离营 那如果在其他地方 比如说其他另外十栋楼宇 再有另外十单的个案 都是检测到变种病毒的 那你是不是又将人家 全栋大厦的住客 全部安排去隔离营 你有这么多位置吗 到时你怎么安排 你一定要取捨的 是不是 一旦你就说搞这些大龙凤 这么大阵仗而已 其实很多人都是无辜的 在那个大厦那里 你住哪一层啊 大哥可能有不同座向的 可能是隔到老远的 你这样安排叫做科学吗 有没有专家出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 如果另外十等大厦 再有这样的个案 检测到变种病毒的时候 是不是又有一样的安排 啊 有没有搞错啊 你要检疫的时候 实际上来说 第一 你不需要全栋楼宇 比如说上下多少层的 或者是同一层的 或者是同一个座向的 那已经少了很多人了 你不需要滋扰这么多人 第二件事就是 就算你要检疫 如果你那些隔离营 安排得这么厉害的 你叫他原地检疫 可以吗 就不用走来走去 更何况就是 你现在假设这些人高危 有机会感染 是不是 虽然在入住隔离营之前 你就叫那些人全部去检测了一次 你不知道谁是假阴性的 会不会在这个 前往隔离营的途中 会感染到其他人 会不会有这样的风险啊 这么多住户一起坐同一个旅游大巴 会不会有风险啊 这些是不是风险啊 你入住这个 竹高湾的隔离营 难道的风险 就会比别人住在影湾园低吗 那里卫生好一点啊 风水好一点啊 环境好一点啊 根本上就是不可理喻的 这些事情 防疫抗疫不是问题 但是没有说打着防疫抗疫的旗号 就好像是打横行也可以 是不是啊 好了 接着我们就看看 菲律宾驻港总领事 Rarly Theada 他接受南华早报访问的时候 怎样说 他就速请特区政府 不要强制外傭去接种疫苗 他就反过来 作一个argument 就是有一个反建议 你当他是 他说如果真的要强制打疫苗的时候 就应该要求 所有前往香港工作的外籍人士 那些工人都要打疫苗 那他就觉得为之公道了 就不只是针对那些所谓家庭的用工 凡亲外籍在香港打工的 你也不要叫他打疫苗 别人就作出这个反建议 Rarly Theada 他就还有说到 他说菲律宾驻港领事馆一直都支持 香港这个免费和自愿的疫苗接种计划 他相信 菲律宾的国民是有能力去做一些正确的事 就不需要这样强制打针的安排 他还认为 如果接种疫苗是成为了来香港工作的规定 那这个措施就不应该大有任何歧视性 其他非本港的居民 来到香港工作都应该要有相同的安排 他又说 政府在公布措施之前 就没有咨询过他们的意见 他就认为 如果有咨询那些受影响的国家 比如说菲律宾、印尼等等 就会更加好 因为始终就涉及到 他们国民的一个重要权利 其实人家诈刑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呢 他也是反映菲律宾那些容工的民意 因为昨天 这个菲律宾驻港领事馆的Facebook 张贴了这个告示出来 有打针安排的时候 很多那些非籍的外傭 就走了去别人的Facebook那边 洗版式留言 大家去看看 群情洶涌 大哥 你认识 人家现在有意见 很正常 大哥 所以这个菲律宾驻港总领事 他也是在反映 那些菲律的民意 那菲律的命也是命 这次就Bun life matter了 人家有担忧 也是很应份的 至于这个措施 你说有没有一些歧视色彩 老实说 你如果只是针对那些 外籍的容工 也是说不过去的 我不是说要帮外傭说话 而是你叫别人的外傭去打针 当然了 就能够降低外傭的感染风险 但是外傭主要都是在雇主的家里打工而已 一个星期六天 除了星期日会出去见朋友之外 六天都是主要在雇主的家里 除了外出去超市 街市买菜 或者是接送小鸚仔 上货下货之外 他有什么要做呢 他主要的工作地点都是雇主的家里 反过来说 雇主还不需要打针 那你很难说服得到别人 主要就是你所说的 有没有说服力而已 我不是要求你强迫雇主打针 不要搞错 有些人的理解能力很低 我的意思就是 你要说服得到别人 有必要去打针的时候 原来雇主不用打 那别人会有什么感受 所以别人说 你这些措施不应该有歧视性 别人当然会有这些声音出来 他就是觉得不公道 事实上来说 这样的安排也比较奇怪 对不对 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好像不能吹捕香港人去打针 就变成像找这三十多万的外籍工工去打针 给人有一种感觉 给人是 好了 接下来看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昨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 就说外界应该思考 谷针这个说法是否合理 他说需要较高的疫苗接种率 社会才可以尽快恢复经济和社交活动 因此政府就以各种方式提升接种率 按照风险逐步放宽社交距离 他就反问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他其实没有否认特区政府在谷针 按照他这个说法就是这么说 他就说政府以各种方式来提升接种率 去反问有什么问题 就是谷针 只不过谷针就是一个缩短一点 简便一点的说法 其实谷针这件事也没有贬义的 我觉得 但是似乎他就觉得这个词会有贬义 就觉得好像特区政府在吹谷的人 不知道做什么 谷针又怎样呢 既然你认为提升接种率是一件好事 谷针自不然就不会有负面印象或者负面的意思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谷针这个说法是不是合理 合不合理呢 你都认为提升接种率是合理的时候 谷针为什么不合理呢 只不过是另一种的说法 也是在吹谷的 吹谷不是一个负面的词会 这个词会本身是没有贬义的 好了 聶德权又说 社会上对于疫苗有些错误歪曲的讯息和理解 例如长者和长期病患者不宜接种疫苗等 但事实上 这些人士的感染风险较高 是优先接种的群组 只要控制好本身的病情 可以由医生去判断能不能够接种疫苗 最糟的就是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有个医生 他能医都不自医 他打完疫苗之后 他自己也是出了事的 他自己也判不到自己应不应该打疫苗的时候 到底他去判别其他人应不应该打疫苗 那他的权威性有多大 万一医生判断说 那个人是适宜去打疫苗的 但那个人打了疫苗之后又出事 应该去找谁 所以特区政府如果真的想提升疫苗接种率 就应该要提供更大的诱因 主要就是在那个疫苗气泡方面 你再在境内搞那些事情 基本上你已经是搞尽脑汁的了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